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到宋坎大山 随着社会的发展呢,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了 现在我们国家你看都进入了汽车时代了 说两句话,大多数家庭都有小汽车了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了 有了一台车方便了我们的工作生活 但是你说方便是方便了,也提高我们生活质量了 但是有坏处呢?有坏处 为什么有坏处呢? 因为你买了车,有汽车了,你就得多花钱 你加油 保养,各种装饰 哎呀,反正花不少钱 还有一个重要的花费什么?就是车辆的保险 说良心话,大多数朋友 你看对别的商业保险不太认同 但对车辆保险很多人还是认同的 而是还是很理智的 在我印象中,我身边也是除了极其少数的 对自己极其有自信的司机之外 只交个交强险 那他们大部分司机都是什么 给车辆上各种各样的商业保险 有的号称什么?甚至号称 我叫的是全险 其实没有绝对的全险 都是理论上说你保的比较全罢了 对吧?没有绝对,这就是全险 这没有 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叫第三者责任 显示很重要的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把这个上上 为什么呢?因为在生活中你开车就是带注意 也避免不了出现一些交通事故 如果你给别人创伤了 创死了 租源治疗啊 赔偿啊 这个费用是很多的 是吧?如果没有保险 可能这一件事让你倾家账产了 有了保险,保险赔付 哎,你就没什么了 最开始呢,什么二十万,五十万 啊,或者一百万 现在人们不知道 一百万,不行,少了 二百万,都得上二百万 为什么?你现在抗个病啊 死个人花钱都多呀 咱保的多点 到时候保险公司全赔 咱踏实,安心 开车上路也稳当 说实话,确实是这样 你现在给我个车,告诉我这车只有交强险 我开车上路,我心惊胆战的 真的是这样 哎,有了保险 开车就觉得稳当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 可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呢 有人迷茫了 哦,不明白了 怎么了呢 有人说了 好像说三折这个保险不好死了 怎么不好死了 你看现在就有这种案例了 有的司机啊,保了二百万 觉得我没什么事啊 结果创了人了 创了人了 咱也不顺利的 该治病治病 该赔偿赔偿呗 有保险公司呢 但是啊,保险公司不全赔了 自己还要拿出不少的一部分 那这就不明白了 我保了二百万 他才花几十万 怎么你们保险公司就不赔了呢 你这不耍无赖吗 啊,人家说了 一保外用药不在理赔范围之内 一听这话 傻了吗 多少年也没听过这话呀 啊,还得我自己承担 大多数朋友 第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啊 啊,保险公司 你们是真不要脸的 你们是真能耍流氓啊 啊,你们就是不想赔呗 其实我当时也是觉得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太不像话了 为什么 多少年了也没听说这个事啊 怎么这几年就出现这个事了 啊,再者说了 一保是什么 一保是国家对保 对老百姓医疗保障制定的一个相对的福利政策 对吧 对老百姓有好处的福利政策 让老百病呢 看病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相对来说节省一点 对吧 这是一个福利政策 啊,一个福利政策 怎么能让你们商业保险公司用在商业里面呢 来阻挡你们理赔来了 啊 拿他这样借口 这不是天下奇闻吗 啊 去哪有这个事啊 真是太不像话了 对吧 我也是这么觉得 那么我后来就想了 那你们这样一保外不赔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赔 也就说了 你可以才上一个福加险 啊 什么福加险呢 就是一保外用药的责因险 啊 这个呢 全名叫什么呢 刚才说的一个只是简直 叫什么 一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 嗯 我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仔细看了一下 查了一下 这个呀 还真是新出的 是2020年啊 商车 就是车费改 商改改 改革之后 啊 商保险改革之后 这个出台的这个新险种 嗯 哎呀 这就是真是的 非得出来一个这么个东西 说为什么出来一个这个新险种啊 说呀 我们有一个道路交通 呃 事故 受伤医疗人员的医疗指南 嗯 受伤人员要根据这个医疗指南去治病 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超出了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赔偿责任 也你就不管了 必须就有这个保险在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他有这个指南 然后这个受伤之后 应该按这个指南用这个药 但是呢 大夫一看不行 他这个有点严重 用这个药不行 用进口的吧 哎 超出了贵了 那包含不得 你用进口的 这不在我的范围之内 不卖医疗范围之内 超出的部分 不赔 你得自分一查 自己拿钱 关键问题是 我们也改变不了医生啊 医生他认为哪个是合 他就用哪个是合呀 对不对 这不就麻烦了吗 所以 哎 造成了这个险阻 他没有朋友说了 那就办理这一个保险 这个保险贵不贵呀 说实话 这个保险还真不贵 二三十块钱 如果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事 大家可能都上了 你就等于第三者择业险 又分出来一小块 把他合在一起 就完事了 对不对 但关键问题 很多人不知道 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保险公司 有一些小保险公司 他根本就不告诉你 他们可能觉得 哎 这个险我不告诉你 啊 然后你们觉得 我那便宜一点 然后呢 到时候你出保险出 我还少赔一点 那么这个不就合适了吗 所以 他们不告诉你 你说会不会 啊 不提醒 不提醒你就不知道啊 你还以为我 我是那什么的呢 我肯定全报了呢 结果不是啊 当然 在这个情况下 有一些大的保险公司 做的还是不错的 我不是给别人做网杠啊 我的车是在平安保的 原来我也不知道 那后来听说这个之后呢 我就问那个保险公司 帮我保 我说那个 听说现在有一个 医保外 这个又要医疗险呢 我说 我们这个办没办的 怎么办呢 反正他说 你这个有了 我说我当时也没保啊 他说是这样 我们平安的 就是说的 把你这个 就直接也合到三折险里头了 啊 直接就有这么个三折险 然后呢 提了这块 我也直接给你家里头 一起合的费用 呃 不单独说了 我说那个 这个多钱呢 我是二十七块 四毛 我好像是 啊 很便宜的 就是 我说这样挺好啊 不管你告诉没告诉我 哎 你把这个合到三 因为保三折险都是想三折安全 不可能这二多我不交了 对不对啊 所以说你跟我合在一起是最好的 我说那我这个一百万用要多少呢 他说是绑定的和二百万绑在一起的 就总共是二百万 哎呀 那我就觉得很踏实了 很放心了 那么我觉得平安就做的很到位 但是有一些保险公司做的就不到位了 他不跟你说 然后他还不给你保 到时候玩儿他告诉你 我不赔 那咱们老百姓都打死刀啊 咱们老百姓一直以为 你说三折险连雇工费都赔 怎么可能治疗费不赔呢 是不是呢 啊 对吧 所谓的医保内比例 出来了之后 没有人给我们讲解 没有人告诉我们 这不让老百姓吃亏吗 对吧 有朋友说了 没事老师 起诉 告他们能赢的 有可能 因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案例 有不同地区 不同的法官 他们理解不一样 有的地方 有的案例就赢了 有的案例 就输了 你说为什么呢 你仔细看那些条款 好模糊的 说什么 比如说 这个保险公司 你能证明 医院过度用药了 你可以不赔 比如说我用这个药就行 你非得用那个药 那我可以不赔你 你证明不了 你就赔 还有的说呢 如果保险公司 明确说了 有这个险 一保外用药险 不含那个 那个三折险不含这个 那么呢 这个不赔是有理的 反正就是 哎呀 很迷糊 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打官司 你打得起吗 因为这个钱 你何妄有打官司 哎呀 请律师各方面 你说实话 要一来那点钱了 你还都得给律师费了 你想一想 是不是呢 那朋友们问我怎么办呢 我说 你没有上的 或者不知道的 赶紧问你的网友公司 像下的上网险 就是赶紧把它照上 如果你所上的保险公司 没有这个险 那么你就上 有这个险的保险公司 去上 明白老师吗 二三十块钱 还是上上 比较保靠 你说的不用 那你还上三折 还是三折 都别用了 对不对 如果你就是没有 出了事了 怎么办呢 那么老宋说 最后一招就是什么的 你也不给伤者赔付 然后呢 要伤者起诉你 伤者起诉你的时候 你可以把保险公司带上 这样的实话 拼一把 你也不用费太多的力气 或许你还能拼行 明白老宋的意思吗 好了 这回老宋相信 把这个 医保外用药诊险 给你解释清楚了 朋友们也抓紧了解了解 免得以后吃大亏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砍大山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 咱们下回见